Hello 各位彦主们大家好 昨天呢分享了一个飞牛私有云的体验视频 目前这个系统呢还在公测之中 但是它的一个可用性已经非常不错了 特别是在影音方面 它的一个体验比这种传统的群晖啊 还有微联通都要强很多 那么有的朋友呢已经看过那个体验视频了 就想去安装体验一下 那么这一期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在群晖以及微联通虚拟机上去安装这个飞牛私有云的系统 通过虚拟机的形式部署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可以让你体验一下这一个系统的轻便 第二 如果你有影音需求的话 你可以直接拿这一个系统 然后通过这个系统的挂载方式挂载你微联通或者群晖NAS的这种影音文件夹到这个飞牛私有云的系统里面 通过它自带的这个影视的功能来实现完美的观影 目前它的这个影视功能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的这个APP已经支持了 安卓以及iOS 像传统呢 我们在群晖上部署呢 除了它自带的这个video套件 一般呢 我们也是部署Jellyfim或者Players EMBY等等 微联通呢也是一样 传统NAS在影音方面的体验 确实呢 没有这一种新兴的NAS系统好用 你可以发现像绿联啊 其空间他们都是主打影音体验为主 因为这种影音体验好呢 比较适合新手的玩家 所以新势力NAS呢 也通过这种影音的完美体验呢 收割了一波玩家 那么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这种新兴的NAS 那么这个飞牛私有云的系统呢 就完全可以体验一下 我感觉它的影音以及异用性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使用群晖以及微联通自带的这种虚拟机套件来部署一下这个飞牛私有云的系统 你可以在不影响你原有的资料或者系统的情况下呢 去体验一下 或者说呢 拓展一下传统NAS这种影音体验不佳的问题 相信你使用过之后呢 你也会对它这一个影视功能呢 会有一定深刻的印象 好的 那么废话就不多说了 直接首先演示一下群晖 怎么去在虚拟机上安装这个飞牛私有云系统 我目前呢 也已经自己尝试了一下成功部署了 然后呢 会讲一下微联通的部署 两个系统呢 我都已经成功测试了 好的 首先是群晖 来到飞牛的这个官网 找到它的一个FMOS的下载链接 下载呢 之后呢 它是一个TRIM的ISO镜像 等它下载完毕 我这里呢 已经下载完成了 就不再重复下载了 然后呢 打开你群晖的后台 找到这个在套件中心 首先安装这个虚拟机的套件 这里就不演示了 很简单 然后呢 找到印象 在这里点击新增 从计算机 然后选择你刚刚下载的这个飞牛 是有云的ISO镜像 是TRIM开头的 目前它是这样的命名 然后打开 它就会在这里创建一个ISO的印象 反正你默认下一步下一步 最后呢 就会来到这个界面 当你看到这个状态良好 说明这个印象 ISO就完成了 好的 我们正式进入部署的阶段 点击虚拟机 点这里的新增 所以这里呢 选择其他 点击下一步 这里选择一个存储空间 默认的嘛 名称的话就随意了 我这里呢 就随便写一个吧 反正你能看得懂就行了 CPU呢 就按照你目前的这个核数来分配 正常来说呢 分配一核 两核都可以 目前我感觉它这个虚拟机也不怎么吃性呢 你就根据你的处理器核数来进行适当的分配吧 点击这里的齿轮 这里呢 全部都不要打勾就可以了哈 然后内存容量 建议分配两个G起步 如果一个G的话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点击下一步 这里有个虚拟盘 也就是说 你要给这个飞牛OS分配多大的一个存储空间 我的建议呢 如果你只是体验为主的话 分配至少128G 因为它系统呢 就已经占用了64G的空间 所以不能分配太小 只要大于这个128G都可以的 点击这里的设置 注意 虚拟硬盘控制器这里 选择这个SATA控制器 点击确定 不要选择其他的 选其他的的话会有错误 点击下一步 这里网络的话就按照他默认的就可以了 其他这些都不用管他 默认的 点击下一步 启动ISO文件呢 就选择你刚刚上传的飞牛使用云的TRIM开头的这个ISO镜上包 自动启动可以选择4 这样你的群回NAS每次重集的时候 它也会自动帮你启动这个飞牛使用云的系统 其他的话就保持默认吧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 固件呢 这里选择UEFI 目前呢 我测试了一下使用第一个的话会有兼容性的问题 就UEFI就没问题了 好的 点击下一步 这里呢 设置用户 这里全部勾选 下一步 这里呢 确认摘要没问题 点击完成 好的 可以看到他正在创建 创建完成了显示以关机 我们需要选中他 点一下开机 好的 正在开机 这里呢会显示一个连接的图标 点击连接 这里就进入他这一个虚拟的屏幕了 这里就等他自己启动吧 大概前面的需要一两分钟 就耐心等待一下 需要注意的是群辉要安装虚拟机呢 他的一个全储空间 我记得他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就是你的全储词呢 要使用这种BRFTS的这种文件格式才可以 如果在安装的时候提示有问题呢 那么就是你的这一个全储空间的格式不支持了 好的 在这个界面多等个一两分钟 好的 看你看到这个界面说明就进入安装界面了 因为我们前面只分配了一个128G的空间嘛 所以能看到这里的 点击选中他直接下一步就没问题了 这里系统分区默认 全部按照默认就没问题了 点击下一步 这里呢提示格式化 点击确定 因为我们是虚拟盘嘛 本身里面他也没有资料的 不用担心 好的 这里呢就直接自动安装了 这里大概也需要几分钟 因为我这台群晖的性能呢 比较差 所以安装这个进度比较慢 特别是会卡在99 这里你耐心多等几分钟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关闭 当你看到系统安装完成百分百 就点击下一步 这里呢会让你选择玩卡 这里等个大概几十秒 它就会显示当前的连接网络 并且有一个IP地址 现在呢你其实呢就可以把这个IP地址给记下来 后续呢你就通过这里显示的IP地址呢 去访问飞牛OS的后台 点击保存呢 这里会提示重启 好的 点击重启就可以了 这里它就会自动重启 当你看到这一个Deepender的这个GRUB引导 说明它就启动成功了 好的 启动黑屏呢也是正常的 多等几分钟 好的 当你看到最终看到F1OS这个界面呢就没问题了 好的 现在呢你就去访问这一串IP地址 好的 我把这一个飞牛OS有云重新启动之后呢 通过它这里界面提示的这一串IP地址 也就是通过它界面的这一串IP地址呢 就可以成功进入它的初始化界面了 下面演示一下微联通怎么去安装这个飞牛OS有云 首先呢在微联通的这个APP应用中心呢 安装这个虚拟机的工作站 同时呢打开你的这个文件总管 找到任意一个位置呢把刚刚下载好的飞牛OS有云的这个ISO镜像呢给上传到这里 好的 上传这个镜像之后呢就可以进入正式的部署了 我首先把我这个已有的先给删掉 好的 部署呢也很简单 点击虚拟机 创建虚拟机 虚拟机名称呢随便命名都可以的 反正你自己能看懂就可以了 文件位置也就是说这个虚拟机产生的这种文件要放在哪里 好的 我这里就随便选了一个位置点击确定 操作系统 选择Linux 注意操作系统版本的话 正常来说这里任意一个都可以 但是我建议呢你选择Deepband的9.1.0这个 或者说Deepband开头的 点击下一步 这里CPU型号呢就按照它默认的这个也可以 其他的话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内存建议分配两个G 注意这个BIOS呢改成UEFI 其他的就保持默认 点击下一步 硬盘这里呢你可以随意分配一个容量的空间 也同样的是要分给飞牛私有云的硬盘空间有多大 我这里就搞个118G了 控制器务必要选择SATA 其他的话就保持默认 点击下一步 这里玩卡的话就按照它这里虚拟生成的就没问题了 下一步 这里控制器的话就选择ID 关盘的话就选择你刚刚上传到NAS中的 这一个飞牛私有云的这个ISO的镜上安装包 点击确定 就是这一个了 下一步 其他的话就保持默认吧 你可以自动启动 你可以设置为始终 也就是说随着微联通那时的开关机呢 它也会跟着一并的开关机 点击下一步 好的这里呢就可以了 勾选这里 创建之后呢自动启动虚拟机 点击建立 好的 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飞牛私有云的系统正在运行 选中它呢 这里有个虚拟屏幕 点击打开 这个也就是类似于我们接的显示器 好的 它已经正在启动了 OK 进入安装界面 因为这台微联通的性能足够好 所以它的安装界面很快 点击下一步 和群晖一样 这里确定确定就可以了 这里创建分区 等它这里自动安装完毕 然后百分百之后点击下一步 这里同样和群晖一样 选择玩卡 这里就默认吧 点击保存 点击确定 它就会自动去重启这个飞牛私有云的系统了 好的 看到这个界面说明它就成功了 那么微联通的重启效果呢 和这一个群晖下也是一样的 它最终呢会出现这个界面 最终呢你就根据它界面提示的这个IP进行访问 那么访问呢就来到这一个初始化的界面 好的 那么初始化呢也很简单 我这里随便演示一下吧 设备名称可以随便命名 输入一个超级管理员的账号以及密码 这些呢就根据自定义吧 千万不要在设置完成之后呢 忘记了 点击进入FNOS 进入之后呢 首先创建存储空间 因为我们是虚拟磁盘嘛 所以呢点击立即创建 就选择这一个模式的话就直接选择第一个Basic模式 也就是基础的模式 我们呢只是给它装系统用 因为我们没有给它直通硬盘啊什么的 我们也是借助去体验一下它的影音功能 在设置中心点击登录 好的 你就注册一个新账号吧 好的 我的飞牛账号呢已经登录了 注册登录之后呢 点击这里的远程访问 创建这一个ID 就是登录ID 把它记下来吧 这里千万不要忘记了 你后续呢可以通过这个ID在客户端登录 或者通过这个域名呢进行网页版的飞牛后台的访问 好的 点击确认 这里呢会帮你去申请证书啊之类的 好的 安装影视呢会提示让你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里呢就默认位置吧 点击下一步确定确定就可以了 基本没有任何的难度 安装完影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ID OK 这个快捷链接呢也打开了 你可以复制浏览器访问 当你访问这串地址呢 它会自动检测帮你跳转到内网 如果你是不是在内网的话 它就会直接使用这一串地址呢进行远程访问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在公司啊 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通过它自带的这个内网穿透 来实现远程访问这个飞牛OS的后台 当然这个还不是最强的 最强的是你可以使用它这一串ID 好的 这里呢先把这串ID给记下来 我们先搞定这个影视 安装完成之后呢打开影视开始使用 好的 这里呢就授权登录嘛 这里呢设置一下账号密码 这里呢就随意设置吧 关联的管理员账号嘛 下一步 好的 这里呢服务器名称 随便命名 按照你的喜好 点击确认 好的 首先呢要创建这个媒体库 一般来说呢你可以直接使用这种混合的 或者说你自己有其他具体分类的 那么就选了电影啊电视或其他之类的嘛 这里呢媒体文件夹 媒体文件夹呢根据这里的提示呢 去它的控制面板去开启一下 好的 找到系统设置应用影视 点击进去 这里呢需要 也就是指定这个影视 要访问哪些影音资源文件夹 因为目前呢我们是通过虚拟机来安装 这个飞牛OS的嘛 所以呢我们主要资料呢还是存储在 魏联通或者群辉上面 那么怎么去挂载魏联通和群辉的这些 已有的资料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打开文件管理 在远程挂载这里 点击挂载远程文件夹 点击这个SM5B协议 这里呢就输入你群辉或者魏联通 NAS的内网IP地址 端口呢默认SMB就是445嘛 然后呢就输入你的群辉后台的账号和密码 这里挂载名呢你可以随便填一下嘛 因为我现在呢挂载的是绿联的一个NAS 那么我就这样命名吧 随意这里都是很简单的 下一步 好的这里呢就可以访问到你群辉或者说魏联通 反正就是你要挂载的那台NAS的所有资料的 那你们你想挂载哪个文件夹那你就 点击确认嘛 好的 那么他就把我的这一个影视文件夹挂载到这里啊 反正这个文件夹呢就建议选择你 存放影音资源的那个文件夹 然后在这里返回设置影视设置 点击文件夹就选择远程挂载这里 就选择这里 然后呢展开 我的资源呢是存储在这一个文件夹中 点击选择好的确定 如果你有多个存放的位置 那么你就继续添加嘛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了 好的添加完成之后呢 返回这个飞牛影视的后台这里 那么直接OK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你刚刚设置的挂载的这个远程NAS 或者说局域网中其他的NAS的资源呢就可以看到了 下面呢还有高级设置 基本保持默认不用管它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 返回后台在首页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他正在挂靴这些影片 因为刚挂载上去啊 所以还没挂靴好 那你就让他慢慢挂靴吧 我来说一下这个客户端怎么使用 返回这个飞牛私有云的官网 在这里会有个iOS和安卓的客户端 那么你就根据这里的提示去下载 好的 安装它飞牛私有云的客户端 它界面呢是这样的 然后呢在这里有一串ID 那么你就填写你在后台申请的这一串ID 填写到这里嘛 就可以实现这种远程访问了 然后就输入你前面设置好的这个飞牛的账号密码 直接登录 OK你可以发现它就直接成功登录了 因为目前我是局域网嘛 所以它这里显示局域网连接 如果你是在外面不在局域网之内呢 正常来说它有中转连接或者说公网直连 这里我建议大家呢可以打开这个IPv6 默认了它已经打开了 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如果你双方的网络都有IPv6的 那么它正常来说就会有公网直连 或者说你有公网IPv4呢 它也这里显示的是公网直连 这样速度就是最快的 你就可以在这里去管理所有的NAS文件 如果你想管理其他的文件夹就是通过这个飞牛 私有云的客户端进行下载操作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点击这里的远程挂载的这里嘛 OK你可以发现我前面在文件管理这里挂载的群辉和 为联通的那些NAS的文件资料 在这个远程客户端呢 其实它也是可以进行调用 以及进行下载啊复制啊之类的 那么就相当于给你其他这些NAS变相实现了内网穿透 或者说远程访问嘛 是不是很方便 好的那么你就可以使用它的这个影视功能了 点击进去 好的使用NAS的账号登录嘛 授权一下 好的可以发现我这里呢已经展示出来了 这里呢已经进行了几十部影片成功的展示 那么这些影片我就不再具体的展示出来了 大家就在这里呢你点击客户端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已经刮税好了 它的一个海报展示呢就非常完善 你就可以使用它进行播放 这样就相当于你使用这个飞牛十有云的OS系统 帮你的群辉或者为联通实现了这种好用的影音体验 毕竟这个飞牛十有云的这一个影音体验呢确实很强 当然其他它有很多特色功能 大家就自己去研究一下吧 本期目的呢主要呢就是演示一下 如何在虚拟机上去安装这两个系统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因为我们是在虚拟机上 安装了这个飞牛十有云系统嘛 所以它的影视的一个转码呢可能就用不了了 如果触发转码的话 那么它会占用处理器的支援 因为没办法进行核显止通之类的嘛 那么建议呢你可以在ESXi或PVE上安装 如果你的这个群晖以及未能通的 宿主机的处理器够强 那么它应对这种4K转码 应该还是能够撑得住的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没办法使用它的核显转码 好的那么本期的这一个演示呢就到此结束 各位演主们请点个赞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